第26题如下图所示 甲乙两透镜各为何者透镜 我看到甲所乘的像是一个缩小的正立像 然后我们看到乙是一个放大的正立像 我们知道凸透镜才会形成放大的正立虚像 凹透镜只会成一个正立的缩小虚像 所以缩小像应该是凹透镜 放大像应该是凸透镜 所以第26题我们说甲乙两透镜各为何永透镜 我们答案要选的是猪甲为凹透镜以为凸透镜